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半决赛出局后,辽宁男男目前已经进入了休赛期 据悉,除了杨明和哈德森 内线球员魏猛也许也想要离开辽宁 他为何这样想? 使用主帅郭世强一做法令他太寒心 作为辽宁内线的第二高度 魏猛虽然在进攻端表现不佳 但防守端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在辽宁与新疆半决赛首场比赛中 他凭借不错的移动能力 很好地完成了帮助队友协防的任务 但此后魏猛却遭到了弃用 仅在双方第四场比赛的垃圾时间再次出场过 明明内线支柱韩德军已经报销 大外援巴斯的表现也不是很好 郭世强却始终不愿给魏猛更多的表现机会 这自然会让魏猛觉得心寒 说实话,在辽宁内线如此空虚的情况下 郭世强为何还要弃用魏猛 也许是魏猛的得分手段太差劲 但他的防守还算过得去啊 郭世强到底是对他有偏见 还是用人固执移成习惯 看来辽宁这个休赛期有的忙啊 好了,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